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一类的有机物叫糖类 有没有注意到糖类的糖这个字是有字边的糖 我们继续往下 糖类这种有机分子它主要是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而且它的分子是似乎都可以写成CN瓜糊A2O 也就是好像是碳跟水合在一起 所以它的分子是长这样子 一般就叫它碳水化合物Carbon Hydrogen 就这样称呼了 可是碳水化合物是俗称 其实糖类才不是碳加水合在一起 不是的 糖类怎么形成的 是二氧化碳形成的 我们才刚许过光合作用 因为二氧化碳的氧会形成这边的氧 也就是你的碳中的氧分子不是来自于水 是来自于二氧化碳 所以碳水化合物绝对不是碳加水形成的 我们可以从生活中举个例子 如果糖类可以碳加水就能形成 你在中午肚子饿的时候不用怕 同学我肚子饿了你有笔芯吗 借我一盒好吗 你干嘛把笔芯倒在你的水壶里面 咬一咬一喝 甜的碳加水变成碳水化合物 不是很棒棒可以吗 不行 所以不是碳加水就变成碳水化合物 不是的 事实上是二氧化碳形成的 好那国中提到糖类 它是我们生物体很重要的能量来源 一公克的糖可以经过分解成四大卡的热量 就提供你的能量来源 它也构成细胞壁 像植物的细胞壁是纤维素是糖类 生菌的细胞壁是几因子是糖类 细菌的细胞壁叫泰聚糖也是糖类 这我们等一下就会补充说明了 好糖类依据它的分子结构 可分为单糖双糖与多糖等 各位再看一下单糖双糖多糖的糖 也是有字边的看到没 糖类单糖双糖多糖都是有字边的糖 好我们先叫第一种糖叫单糖 它最简单 所谓的单糖就是一个单一的糖 这个糖可能有三个碳 或是五个碳或是六个碳 所以当时我们在教高一 当时我们在教选修生物一的时候 三个碳的糖没有办法举例子 因为还没教 可是我们学过的选修生物二了 三碳糖的例子我们已经教过了 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好单糖最简单的是三碳糖 再次五碳糖再次六碳糖 我们哪里学过三碳糖 R在光合作用的碳反应 我把它反应写出来 RUBP二磷酸合同糖 与二氧化碳结合形成两分子的酸 叫做磷酸甘油酸PGA 好这个过程叫缩化反应 那个缩是这个酸的意思 缩化反应 因为你把二磷酸合同糖 这个糖与二氧化碳结合之后 形成磷酸甘油酸变酸了 好两个磷酸甘油酸 再经由那个还原反应 还原形成PGAL 叫磷酸甘油犬 磷酸甘油犬就是三碳糖 的一个代表 好所以我们以前在学三碳糖的时候 没办法举例子 现在可以举了 我们在光合作用的碳反应 学过世界上最简单的糖类 是三个碳的单糖 叫做磷酸甘油犬 那磷酸甘油犬呢 一部分再生成IUBP 一部分往下形成六碳糖 好这是我们当时对于 光合作用的介绍 好其中呢 这个缩化作用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PGA 还原成PGA 要耗掉NADPH 即耗掉ATP 那再生也要耗掉ATP 这是我们当时学到的 这个卡尔文循环 或叫碳反应 好那这个PGA 就是磷酸甘油犬 就是三碳糖 好继续往下 那我们有学过 再复杂一些些的 五个碳的糖吗 有第一 五个碳的糖 在教科书一定会提 核糖及去氧核糖 这两个例子 核糖是种五碳糖 它的某个碳的氧还在 所以那个氧还在 去氧核糖呢 它某个OH 即只剩H去了氧 这我们之后再讲 核酸时会介绍 好那核糖会构成什么 核糖会组装成 核糖核甘酸 核糖核甘酸 再组装成核糖核酸 核酸是由核甘酸组成的 核甘酸由五碳糖 含氮解析跟磷酸 那个五碳糖若是核糖 那这个核甘酸就叫 核糖核甘酸 如果那个五碳糖是去氧核糖 那个核甘酸就叫 去氧核糖核甘酸 好那核甘酸在组装成核酸 所以分别叫核糖核酸 核糖核酸就是RNA 去氧核糖核酸就是DNA 这个高一应该有提过了吧 那我这边只是补充延伸 五碳糖有两个常见的例子 核糖与去氧核糖 各自构成RNA跟DNA的成分 所以DNA跟RNA的中文 请你各位不要念错 RNA叫核糖核酸 由核糖为原料制造的核酸 那DNA叫去氧核糖核酸 以去氧核糖为原料 所产生聚合成的核酸 请你不要断成去氧核糖核酸 错了哦 因为去氧核糖是个最后名词 它是某一种五碳糖 好以前教到这里 我们就说 哇我们的五碳糖学了两种 一种叫核糖 一种叫去氧核糖 但其实你们已经学过第三种 它就在这个画面中 各位有发现吗 就是它RUPP 中文叫二磷酸核酸糖 它也是五碳糖 哎呀这么巧 所以我们刚好先学了光合作用 刚好把五碳糖 三碳糖 那个PGL 全部都学过了 所以这边就可以验证了 三碳糖就是磷酸甘油权 五碳糖学了三种 包含了RUPP 二磷酸核酸糖 及核糖 及去氧核糖 都是五碳糖的例子 好接下来看六碳糖 六碳糖就相对简单了 六碳糖的分子是 C6812O6 然后下面这些都是六碳糖 叫做同分液购物 分子是都是C6812O6 但结构不一样 我们一一介绍 葡萄糖是自然间很常见的单糖 它可以分解型 有氧呼吸层的ATP 果糖呢 通常是水果分泌中常见的 半乳糖呢 通常是乳汁中的乳糖 乳糖是由半乳糖构成的 你看名字就知道 半乳糖是乳糖的一半 所以它是比乳糖还要小的分子 所以它是乳糖的成分 好这些都是单糖 好让我把上面的文字 能擦掉先擦掉 各位不知道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 奇怪的现象 我们刚刚说糖类 单糖双糖多糖 都是用有字边的糖 可是和糖 去氧和糖 葡萄糖 果糖跟半乳糖 都是米字边的糖 所以这边也补充一下 这两种糖 请各位不要写错 如果你在手写题写错 算是写错字要扣分的 好 什么时候要用有字边的糖 什么时候要用米字边的糖 我现在一次跟大家解释清楚 如果你要写有字边的糖 这个糖指的是某一类的糖 是个集合 是个范称 比如说糖类 是不是很多种糖 单糖很多种 双糖很多种 多糖很多种 叫做包含很多种糖的糖 请用有字边 它是个集合 是个范称 但如果你指的是某一种糖 比如说葡萄糖 它就是有这样的结构 它有独特的沸点 龙点即性分子 指的是特别某一种的糖类分子 请用米字边的糖 全世界的葡萄糖就那一种 所以它没有别的结构了 好 全世界的果糖就一种 全世界的半果糖就一种 它是专制某一种特定的糖分子 请用米字边的糖 和糖也是啦 去氧和糖也是咯 RUPP二磷酸和同糖的糖 也是米字边 因为它是某一种糖 但只要是包含两种以上的糖 请用有字边的糖 糖类单糖双糖多糖 都是泛指很多种类型的分子 所以用有字边的糖 好 单糖讲完了 我们来看单糖的一个补充说明 就算单糖它的结构算很单纯 但单糖也是有些变形的 好 我们单糖其实是个常念的糖 它中间形成间接 绕成一个圈 像各位看到这个糖呢 它是葡萄糖 我们叫它α葡萄糖 它呢 这个OH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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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1号碳跟2号碳跟3号碳跟4号碳 它的1号2号跟4号的碳 它的OH都朝同个方向 这叫α葡萄糖 但它打开之后 可以旋转之后重新接回来 好 1号碳的OH朝上了 2号碳跟4号碳能来朝一下 所以这是2这是4 1号碳的OH方向 与2号跟4号相反 那就叫β葡萄糖 所以葡萄糖还是有些结构上的变化 可以分为α葡萄糖跟β葡萄糖 为什么生物可以要介绍α跟β 是为了接下来的多糖铺路 因为是α葡萄糖还是β葡萄糖 形成的多糖性质会不一样 我们等一下会说明为什么 好 所以光是单糖都还可以分为 α葡萄糖跟β葡萄糖 这样子的变化 就是OHG朝上来朝下的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我们的单糖呢 可以往下聚而成双糖 所以双糖的分子是 C12H12O11 怎么来的 C6H12O6 这是单糖嘛 乘二扣掉一分子的水 因为它要脱水 对 两个单糖合在一起脱一分子的水 这是它的分子式 所以双糖的分子式都是 尤其是6碳糖形成的双糖 就是C12H12O11 好 这些例子我们在高医学过 请各位不要忘记 梅牙糖是双糖 它是葡萄糖加葡萄糖合成的双糖 乳糖是葡萄糖加半乳糖 这糖是葡萄糖加果糖 好 有人是这么记的啦 为什么梅牙糖是葡萄糖加葡萄糖呢 你们知道一般你们吃到的 麦牙糖是怎么做出来的 麦牙糖是把面粉加麦牙搅拌形成的 那干嘛用淀粉 淀粉是葡萄糖 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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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的大的聚合物 它是一堆葡萄糖 然后我们的麦牙中会有糖的酵素 就每两个葡萄糖切一刀 每两个葡萄糖切一刀 就形成了麦牙糖 所以麦牙糖它是葡萄糖加葡萄糖 不会有其他单糖 因为淀粉全是葡萄糖 所以麦牙糖是每两个葡萄糖合在一起 那乳糖跟蔗糖怎么记呢 你们发现这些单糖都至少还有一个葡萄糖 另外一个来变化 像麦牙糖是葡萄加葡 那乳糖是葡萄加半乳 这不是很好记忆 半乳加葡萄糖就变全乳 全乳就是乳糖 另外为什么葡萄糖加果糖会形成蔗糖 我是这么记得啦 因为甘蔗是一种水果 所以跟果糖有关 果糖是小分子 形成比较大分子的蔗糖 蔗糖是双糖 一般在外面卖到的饮料店 他们用的那个砂糖就是蔗糖 是葡萄糖加果糖形成的 各位光是这个我的技法 因为甘蔗是一种水果啊 你们知道你们学姐为了这个跟我辩论 他说不是 但是我们家政老师不是这样说的 家政老师说水果是指植物的果实 所以其他的构材像金 甘蔗我们吃的是金 它有一节一节的结嘛 甘蔗是金 它不能叫做果实 我就傻眼了 如果甘蔗不是水果 那它是什么 奶蛋与肉类 它是蔬菜喔 所以吃甘蔗等于吃生菜沙拉的意思 我没有煮它 是这个意思喔 好像是 好那自然介绍 就是甘蔗跟甜菜 就含有蔗糖 好以上是双糖 好那我们看双糖怎么形成的 这是一个葡萄糖 这是一个葡萄糖 这边有OHG 这边有OHG 好两个OHG合在一起 只剩下一个O 脱出一份子水 这个反应向下叫做脱水反应 脱水形成新间结 好但是反应可逆往上 往上叫水减 所以大家啊 两个丹糖脱水 脱出一个水 形成这个间结 但我也可以耗掉一个水 让它水解成两个丹糖 这个反应是可逆的 脱水合成水解分解 脱水就是合成脱出一份子水 水解是耗掉一个水进行分解 以上是丹糖跟双糖如何转换的 好接下来 如果今天的单糖是两个以上 比如两个三个四个 是少数的单糖合在一起 就叫做少数的糖 叫寡糖 比如说红玉球表面 ABO的抗原就是一种寡糖 某一种寡糖叫A 某种寡糖叫B 如果你只有A叫A型 如果你只有B叫B型 两种都有就是AB型 两种都没有就是O型 O是ZO 就是AB抗原都没有 好那我们讲生活中一些常见的例子 有些健康食品会号称 我添加了植物的果寡糖 就是果糖一直聚合在一起 而果寡糖呢 它没办法吸收没办法分解 可是它促进肠胃蠕动 所以有些健康食品会添加寡糖 或是果寡糖 寡糖是个泛称 很多小分 少数个单糖合在一起叫做寡糖 果寡糖是泛子以果糖 为基本原先形成的寡糖 好那什么叫多糖 多糖就是可能上百个单糖合在一起 它的分子式一般会写成C6H10O5挂5X 这是通式 但这个式子不准 所以如果今天考你考试考你说 请列出多糖 真正的分子式要怎么列 我列在旁边 如果是以6碳糖形成的多糖 应该是C6H12O6 有X跟X跟上百喔 然后扣掉 X-1个水吧 对不对 因为你有两个单糖合在一起 拖1分子水 3个单糖合在一起拖2分子水 100个单糖拖99个水 X个单糖拖X-1个水 这个你去划分一下 跟这个式子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喜欢用这个式子来表达呢 因为当你的X很大 X100 200 300 只差那一两个青坑O 我们就省略不计了 所以这个C6H10O5挂5X 是简单的预估 实际上的分子结构应该是右边这个图 比较好了 好那我们看多糖有什么例子 多糖有两种 一种叫储存性多糖 附成储存养分 例如淀粉跟干糖 它们都是几百个葡萄糖 合在一起来储存能量 来准备提供单糖的一个储存性的多糖 另外一群叫结构系多糖 构成我们生物的结构 例如纤维素形成细胞壁 或是几丁值形成真菌的细胞壁 或是甲壳动物的外骨骼 好以上这是多糖类 所以我们的糖类可以分为单糖 双糖 再多一点就是寡糖 再多一点就是多糖了 块钱